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人的一些健康状况可以通过皮肤指甲表现出来 比方说,我们的指甲能够反映身体的一面镜子 中医认为爪为筋之鱼,为肝胆之外吼 但肝功能比较健康,通过指甲可以反映 人体身体的健康状况下,指甲表面圆润光滑 而且有淡淡的粉色,没有任何的竖条纹 还有线条,也没有白色或者黑色的斑点 指甲是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 通过指甲的异常状况,可以判断出身体健康的状况 指甲上出现了一条条的数周纹 说明最近特别的疲劳,睡眠不足 提醒我们要多休息,一定要早睡早起 不要熬夜加班 指甲为筋之鱼 就是说,筋骨所在的位置 肝脏如果出现了病变,那么就会表现在指甲上 您的指甲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竖条纹 这一个月都没有消失,也没有减轻 那么就要引起注重 我们平时该如何去保健养生 吃什么样的食物,对肝脏比较友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 能够保护肝脏,养肝护肝排毒的饰疗方法 我们先准备绿豆 绿豆具有清热就有到作用 解毒的功效是比较强大 可以说是中药里面的解毒之王 绿豆可以解败毒 不管是食物、药物都可以解答 中药里面的八豆等等 这些药物毒性能够帮助肝脏解毒 相当于给肝脏加了一层浮作 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打 绿豆还能够清除肝火 退热止渴 肝火旺盛的人容易疲劳 情绪暴躁 口干、面红耳赤 这种的人群可以吃绿豆 绿豆的药理研究表明 能够减轻慢性肝炎的发展 保护肝脏 可以防止脂肪肝的发生 是一种非常好的解毒食品 夏天喝绿豆茶水 又能够清火 还能够去燥热 排出世界的毒素 保肝护肝 养肝 脸子性品 胃肝 微色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吃脸子 对人体的主要功效 能够清热 降火 脸子能够清火 尤其对于 新火旺盛的人来说 吃脸子 可以有效地降低干火 清新安神 并且 因为伤火所致的 口舌 生疮 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吃脸子 能够促进睡眠 脸子 含有多维生素 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可以放松情绪 吃脸子 可以有效地 镇静安神 促进入眠 提高睡眠质量 还能够将血压 脸子 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尤其是假元素 相对很多 大离子 可以有效地 维持心脏功能 参与体内新陈代谢 降低中老年人 中风的风险 而且能够 扩张外中血管 可以有效地 降低血压 降低血糖 降低血脂 而且能够 妨碍抗癌 因此中含有的 抗氧化 对于抗凝心术 能有效地 抑制鼻癌的功效 患有磁烈的人群 可以吃脸子粥 我们再来准备菊花 菊花可以 养肝护肝 棉木 很多人爱熬夜 加班 容易导致眼睛 红血丝比较多 皮肤变得粗糙 这些现象 因为肝火旺道之大 我们用菊花泡水 可以起到特别好的 降火排毒 养肝护肝的功效 使得眼睛充足的营养 减少眼睛血红丝的产生 能够有效地缓解 肝火旺盛 菊花特别重要的功效 可以清热将火 因为人们经常 不规律地生活饮食习惯 经常熬夜 吃高热的食物 从而会导致体内火气过往 引起身体的压健康状态 如果有以上的习惯 可以用菊花泡水 能够很好的去除体内的火气 起到缓解火气过往的现象 再准备枸杞 枸杞胃肝 瓶 龟肝 肾凉精 主要功效 滋补肝肾 易经明目 润肺止咳 治疗经血不足 导致的势力减退 头晕目眩 腰膝酸软 易经 滑经 耳聋 耳宁 催发早白 失眠多梦 胃经不调等等 经常使用枸杞泡水 可以治疗肝肾阴虚 倒汗 可以缓解肾虚 强壮身体 补气 强经 消渴 抗衰老 降血压 降血糖 防止动脉硬化 保护肝脏 抑制脂肪肝 我们再准备红枣 红枣味肝 性温 有补气补中的作用 富含的氨基酸 维生素 铁营养成分 可以养血安神 气血不足 肝气郁节者 都可以吃红枣调理 红枣 龟皮 胃经 可以健脾 暖肝 搭配着生姜 拌下一期服用 可以缓解胃胀 红枣含有的蛋白质 糖类 可以促进肝脏 合成蛋白 降低骨饼转安美 经常吃红枣 可以养护肝脏 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连那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喝了 不需要放糖 也不要放眼 这样喝起来口感刚刚好 特别的营养好喝 经常喝一喝 能够帮助我们排出肝毒 对肝脏有特别好的养护作用 如果平时患有乙肝打 脂肪肝的朋友们 可以经常的喝 对肝脏有特别好的保护作用 可以养肝护肝 排肝毒 保护肝脏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